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拍摄的 时间定格在了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一刻 从此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损失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就是他 黎秀石 他是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之一 你看 这就是当年的黎秀石 下面的这张证书就是当时受邀参加受降的记者证 那天上午的九点钟 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在内的各国代表 都已经来到了密苏里号的一层甲板上 而黎秀石的位置是在二层甲板 从上往下看 一切尽手眼底 巧的是 他的位置还正对着受降仪式的签字台 就在受降仪式快要开始的时候 他却开始担心起来 为什么呢 原来他所在的这个位置虽然不错 但是由于正好是对着太阳 相机还没有遮光照 逆光拍 只能拍到影子 这怎么办呢 就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 没想到天功作美 不知道从哪飘来了一片乌云 恰好挡住直射过来的太阳光 这才有了后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这张照片 黎秀石1914年出生于广东 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1944年在重庆大公报任职的他呢 自愿前往缅甸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有一次呢 他和其他记者随军乘车去缅甸瓦城采访 他穿过一处树林的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 坐在驾驶座上的路透社记者的左胸心脏部位重弹 当场死亡 而黎秀石就坐在他的后面 大家抬头一看 发现路旁的一棵大树上 居然高高的捆绑着一名日军的狙击手 这是溃败的日军在逃跑的时候留下的自杀式火力点 专门伺机射杀路过的盟军指挥官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 黎秀石向国内发挥了一百多篇中英文的战地报道 让人们及时的了解了东南亚的战况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 黎秀石回到国内 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山大学外语学院任教 2007年 黎秀石因病在广州去世 享年92岁 目光在聚焦缅甸 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名叫刘兆回 今年93岁 他在缅甸已经居住了70多年 曾经是一位远征军老兵 这是他在缅甸腊虚的住所拍的一张照片 你注意看 刘老手中紧紧攥着的这几个小盒子 里面装的可都是他视若珍宝的东西 什么呢 军功章 刘老说这些军功章都是他和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 老人现在还清楚的记得 1944年为打通中段的滇冕公路 他们在滇西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当时刘兆回是一名重机枪手 有一次部队要攻打高离贡山上的日军 山下非常的炎热 老家四川的刘兆回就给自己打了一双草鞋 穿着这双草鞋上山了 谁知道到了山上气温骤降 还有不少的积雪 被水打湿的草鞋顿时结成了冰块 走都走不动 而更可怕的是躲在山头碉堡里面的日军 他们居高临下活力非常强 很多远征军战士刚刚冲到半山腰 就被打死了 后来在飞虎队的轰炸支援之下 远征军这才反败为胜 随后刘兆回又参加了他人生当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 腾冲之战 他回忆说 滇西都是热带雨林 到处有参天大树 狡猾的日军伪装之后躲在树上 只要远征军走近了树上的日军就开始放龙枪 很多战士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 有一次一颗炸弹在刘兆回旁边爆炸 翻起了土石 把它给埋了起来 只有头部露在外面 奄奄一息的刘兆回被卫生兵发现 经过了好几次抢救才活了下来 等他醒来的时候 腾冲已经光复 战争结束之后 刘老留在了缅甸直到现在 2009年在国内志愿者的帮助之下 他首次回到了四川广安老家探亲 在见到亲人的那一刻 阔别家乡七世代的他 老泪纵横 视线再转向美国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旧金山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的一幕 一对夫妇正在向一位老人道歉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对夫妇来自日本 双手合十的这位是丈夫杜鞭一致 旁边低头鞠躬的是他的妻子 横井亮子 两人都是话剧演员 当天杜鞭夫妇在参观抗战纪念馆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90岁高龄的中国老人 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 杜鞭夫妇当场向老人道歉 他们说父辈犯下的错误 他们想真诚的忏悔和道歉 会用话剧演绎为安復的历史 将父辈的罪行公之于天下 随后他们还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留了言 你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从心底发誓 不再重复日本的侵略战争 我们必须要拼命守护世界的和平 旧金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于上个月的15号成立是首座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创办人就是著名爱国侨领 方李邦吉女士 实现在转向巴布亚新几内亚 画面上是一张拍摄于1947年底的老照片 照片上的这位男士叫做施方舟 当时他正要从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启程回中国 而此时距离他从老家被日军抓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劳工 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年 石方舟是江苏无江人 1942年在上海工作的他回老家探望新婚妻子 不料碰上了日军正在村子里抓壮丁 不明情况的石方舟偶然从自家窗户往外就那么看了一眼 却被日军发现强行带走 在挨了一顿暴打之后 他和其他被抓的壮丁一起被压到了南京一个集中营里 后来这些人又被转移到了上海无松口的一艘船上 塞进了底舱 随后这艘船向着南太平洋深处逝去 原来日军当时强征的中国劳工 不仅去了日本的一些企业 有的还到了南洋和朝鲜等地 石方舟回忆说当时船上淡水很少 大家口渴难耐 但日军几乎不给他们喝水 口渴了 很多人只能喝自己的尿液 有一次他实在是太渴了 就想向日本人淘一口水喝 没想到却看到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一兵劳工因为去厨房拖水 被日军士兵发现 他们把这兵劳工逼到了甲板上 然后用刺刀把他跳下大海 在海上漂泊了45天之后 这艘船终于是到了一个小岛 然而石方舟不知道的是 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残酷的生活 当时日军为了防范澳大利亚的进攻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修工事 石方舟他们的白天被逼着挖山洞建工事 晚上就睡在树枝搭建的窝棚里 岛上的蚊子非常毒 不少人的皮肤都被咬得溃烂 很多劳工水土不服 病的病伤的伤 后来日军竟然逼迫一些劳工挖坑 将生病的劳工直接活埋 一些难以忍受的劳工干脆跳海自杀 三年后 日本宣布投降 为了掩盖罪行 岛上的日军不仅销毁了所有关于南洋劳工的档案资料 还打算堵住山洞 把他们这些劳工全部活埋在山洞里 所幸的后来澳大利亚军队及时赶到 十方舟他们才获救 而此时最初登岛的一千五百多名劳工只剩下了七百多人 回国之后 十方舟移居上海 现在老人已经辞世 而那批克死他乡的劳工遗骸 也于2008年底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被发现 一座座斑驳的墓碑 提醒着世人不要忘记这段惨烈的历史 目光转向美国 来看 画面上这位先生是美国知名的华裔超导专家西小星 今年五月份 十多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来到他位于费城的家里 当着两个女儿和妻子的面把他带走了 随后他被指控向中国输送敏感超导技术 以换取名利双收的职位 不过这起备受关注的中国间谍案 近日却上演了大反转 美国司法部因核心证据错误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诉书显示 2002年前后 西小星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进行薄膜超导体研究 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4年 西小星希望购买这一设备 但是这家公司拒绝出售 最后仅同意把设备借给他 并约定不准复制销售转让 美国司法部认为 西小星违背了保密协议 向中国提供了该设备的电路图 随后联邦调查局就以泄密罪将他逮捕 如果罪名成立 西小星将面临最高8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前不久负责该案的独立专家发现 案件中所涉及的设计图 与西教授受指控的设备完全不同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在不了解相关技术 也没有向业内专家咨询的情况下造成了冤案 并最终撤销了对西小星的指控 现年57岁的西小星 198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 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 是该校的物理系主任 被捕之后 他被学校列入行政离职状态 不再担任物理系主任的职务 可以说这一案件对西小星的职业生涯 和他的家人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纽约时报称 撤销指控令人尴尬 鉴于今年还有华裔科学家遭遇类似冤案 人们不禁要问 美国司法部是否在陷害无辜的华裔美国公民 西小星的律师则反问道 如果他是加拿大裔美国人 或者是法国裔美国人 或者他来自英国 他还会上政府的监控名单吗 我认为不会 此前 美国司法部还曾指控华裔水文学家陈霞芬 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数据 并输送给中国 但今年三月 检方在开庭前突然撤诉 原因是找不到证据 最终不了了之 同样是美国 来看 这是前不久 发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台上的一幕 身穿警服的男士 他的名字叫施强 正在给一名躺在地上的男子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名倒地男子的名叫法瑞尔 今年19岁 他正在站台等地铁 突发心脏病 昏厥倒地 还撞伤了头部 血流不止 情况非常的危急 旁边乘客呢 急忙拨打了机构电话 当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华裔警员 石墙围续之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冲上站台 而此时的法瑞尔已经无法呼吸 脸也憋得是紫青 石墙马上对他进行了人工呼吸 和心肺复苏按压抢救 几分钟之后 法瑞尔终于是大喘了一口气 恢复了呼吸 石墙赶紧鼓励法瑞尔 随后石墙立即接通了急救电话 汇报了现场的情况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不一会儿 法瑞尔的呼吸又开始微弱起来 石墙健壮 赶紧继续做心肺复苏急救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 好在法瑞尔现在身体已无大碍 9月2号 法瑞尔的家人 特意来到了事发站台 向石警官道谢 法瑞尔的妈妈说 石墙就是自己儿子的守护天使 你看 法瑞尔十岁的弟弟 还专门用乐高积木 做了一个小警徽送给了石警官 石墙今年34岁 当警察才两年 他说 自己当时并没有多想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让法瑞尔尽快恢复呼吸 石墙救人的过程 也被在场的乘客用手机拍了下来 上传到视频网站之后 引发了大批网友点赞 石墙在转向坦桑尼亚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坦桑尼亚的一家中国纸巾加工厂 桌子上堆满了包装用的盒子 正在弯腰调试机器的这位 就是这家工厂的主管 叫做黄丹 他来自广东 前不久 他跟随国内工厂的负责人 来到了坦桑尼亚的这家纸巾工厂 任务就是培训当地工人使用机器 调试机器 这听起来似乎不是很难 但是黄丹他既不会英语 也不会当地人说的斯瓦西里语 他怎么和工人交流 打手势 每次做培训 黄丹他先示范一次 当地员工再跟着做一遍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黄丹培训出了支撑整个工厂运转的技术工人 遇到一些比较难的机器操作 语言成了很大的障碍 有时候黄丹示范了很多次 工人们也不明白 每当这个时候 黄丹也会感到很沮丧 但是即便如此辛苦 和下班相比 他还是更喜欢上班的时候 为什么呢 原来工厂所在的这个位置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里斯萨拉姆的一个郊区 这儿除了零散的一些厂房 什么都没有 而厂里的中国人 包括黄丹在内 一共也就仨人 因此每到夜晚 看不懂电视 又没有别的娱乐活动 生活真的是很无聊 不过黄丹偶尔也有一些娱乐 你知道是什么吗 剪头发 你看这张照片 充当理发师的并不是别人 就是工厂里的销售主管 小货 灯光下小货正拿着剪刀 帮黄丹剪头发 在这个偏远的地方 黄丹和小货只能这样苦中作乐 聊以为戒 2014年 东莞与坦桑尼亚进出口贸易总格 达到了6036万美元 同比增加153.7%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 也有着黄丹的一份力量 我们把视线再来聚焦西班牙 画面上的这个男孩 今年18岁 来自浙江青田 是在西班牙的二代华裔移民 他的父母在西班牙开了一家服装店 他也一直都在店里帮忙 但是他的父母却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回中国 继续学习文化知识 在父母的劝说下 他目前已经回到了老家浙江青田 他表示自己非常理解父母对他的期盼 也理解父母的想法 这位老先生 同样也是来自浙江青田 今年65岁 30岁年前来到了西班牙做小生意 积累一定的资金之后 留下儿子儿媳在西班牙继续打拼 他和老伴则回到国内养老 并且照看孙女 在老人家看来 当初回国的选择一点都不后悔 他认为如今西班牙的经济不景气 华人的生活也不像想象中的光鲜亮丽 所以有能力的年轻人 大可不必出国找生计 留在家乡 照样有出息 刚刚您看到的都是目前正在西班牙二台播出的纪录片 分走中国当中的片段 这部纪录片多角度的记录了生活在西班牙的华人群体 从八岁的孩子到十八岁的华二代 从四十多岁的华商到六十多岁的返乡者 拍摄对象非常广泛 节目组还在西班牙和中国分别取景 通过对比主人公们在西班牙和国内的生活 讲述他们的生活状态 以及内心的想法 分走中国节目组表示 拍摄这个纪录片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 西班牙华人的生活状况 出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在西班牙的生活究竟过得好不好 也许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目光再来聚焦马来西亚 你看画面上这是大熊猫猩猩 日前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 为大熊猫猩猩和亮亮庆祝了九岁生日 你看还有一个大大的熊猫蛋糕 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蛋糕重达四百五十公斤 调动了三十位巨师 光是面粉黄油糖这些主料 就用了一千公斤 鸡蛋也用了两千七百个 被认证为是目前马来西亚国内最大的一个蛋糕 由于亮亮刚刚产下幼崽 仍在坐月子的她并没有参加生日会 单独亮相的星星表现得丝毫不怯场 只见她轻巧的爬上木架 然后津津有味的品尝起蛋糕来 蛋糕刚吃到一半 星星却突然大发脾气 将剩下的蛋糕一股脑的推下了木架 可爱的模样引得现场观众开怀大笑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表示 亮亮产下的熊猫宝宝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 再过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和观众见面了 好我们再来看泰国 泰国的巴蒂亚一直是中国游客的旅游热门地 不过日前却发生了两名中国女游客遭抢劫和性侵的案件 据了解这两名女游客受到两名当地男子的邀请 前往巴蒂亚的格兰岛上猴 当时对方自称是泰国某旅行社的员工 但是等这两名女游客来到海滩之后 这两名当地男子却用凶器威胁强行性侵了他们俩 还把他们的手机等财物洗劫一空 事发后受害者前往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寻求帮助 使馆为他们补办了护照之后 带两人前往当地警署报案 警方随后逮捕了其中的一名嫌疑犯 据了解这名嫌疑犯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 一定要对地阶人员的身份认真加以核对 提高安全意识 事件再来聚焦俄罗斯 据外交部网站的消息 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有数十名中国游客 在餐馆用餐之后出现了伐烧 伐利等症状 经医院救治 所有中国患者目前都已经康复出院 并顺利回国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 出国之前要了解当地食品的卫生状况 备好个人常用药品 衣食住行都要谨慎小心 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 再来看斯里兰卡 前不久 私中佛教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在斯里兰卡文化中心举行 斯里兰卡佛教界人士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及中司各界人士等约三百余人出现了成立大会 你看 画面上的这位是中国驻斯里兰卡政务参赞庞春雪 他在致死当中表示 希望更多的中国佛教徒能够来到斯里兰卡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2015年7月 72位生长在海外的华裔孩子 从五大洲齐聚北京 参加水利方碑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 经过了初赛复赛的层层角逐 最终有24位选手留在了舞台上进入半决赛 画面上这位小选手名叫刘汉杰 来自马来西亚赛区 她的参戴曲目是《流浪记》 我以为你不想 而是为虚强 最要最美的空间 穿越处理的黄昏 凭望我的真心 三个小生活 今晚是十二强争夺战 在24位选手中只有三人可以得到直接晋级卡 刘汉杰的深情演绎完全听不出来是出自一个16岁的少年 最终 他凭借着温柔细腻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 拿到了本场的最后一张决赛直通卡 今天最后一张决赛 在顺利晋级之后 刘汉杰面对的是更残酷的决赛 连续十天的高强度比赛和训练 再加上水土不服 吃得不习惯 小汉杰瘦了整整七斤 爬汉杰到中午 他的胃就疼了起来 它的味道不一样 早上我只吃粥跟一个蛋 白粥和蛋 昨天晚餐只吃了水果 吃了胃药 再加上连日的疲惫 小汉杰就在排林市睡着了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开家 可是他的舞台经验并不少 早在十二岁的时候 刘汉杰就已经是马来西亚 小有名气的童星 他曾去台湾的一档 华人星光大道选秀节目中踢馆 而他演唱的歌曲 则是流行天王迈克尔杰格逊的 经典曲目Beat It 当时小汉杰一出场 就引起了全场的尖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踢馆的经历不但给了刘汉杰很大的信心 也给了他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 最终 刘汉杰在华人星光大道节目中 以两声一评的成绩并评为最强心秀 那么刘汉杰为什么能够这么小就走上音乐的道路 这和他的家庭有关 刘汉杰出生在马来西亚冰城一个华人家庭里 六岁的时候 小汉杰就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在一次亲戚的婚礼上 刘汉杰第一次登台现唱 母亲发现了他的歌唱天赋 决定带他去学习声乐 幸运的是 刘汉杰被马来西亚冰城最著名的音乐老师看中 经过老师悉心的指导 十二岁那年 刘汉杰第一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 刘汉杰第一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 想要飞呀飞呀飞 却飞呀飞 舞台上 学习秘密 学习秘密 一个温柔的怀抱 这样的药秀 算不算 太高 这样的药秀 算不算 刘汉杰出色的表现成功淘汰掉对手 成为这场新秀比赛的冠军 就在这次比赛中 刘汉杰的表现正好被来当评委的台湾著名音乐人 袁维仁看中 才决定把他推荐到台湾的华人星光大道节目中 8月3号 水利方碑华语青少年中文歌曲搭赛的决赛正式开始 比赛前 刘汉杰和搭档宋乐谦还在紧张的练习 为了防止唱错 他们还把歌词抄在了手上 那么 在决赛中 刘汉杰会有精彩的表现吧 由于这些天休息不好 再加上歌曲降了调 没能展示出他擅长的高音 在12禁6强的比赛中 刘汉杰没有禁忌 不过 对于刚刚16岁的刘汉杰来说 这个夏天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名字 而是友谊 20天的生活和认识的72位朋友 注定成为了他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我爱中国 我爱万里长城 我爱水利方碑 预约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D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